進行的修法 以及行政院在上週五所提出的副議案 總統國情報告 賦予兩者的回答發表談話 但總統即將從首考脈絡 潘崩安秘書長 張敦涵副明 其實我要強調 民主不是患罪 專制才是罪惡 中國沒有任何權力 可以制裁台灣人民 只因為台灣人民的主張 中國更沒有跨越 追溯台灣人民的權力 另外我也要呼籲中國 要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 和台灣民選合法的政府交流 對話 這個才是增進兩岸人民福祉的正確之道 如果不這樣做 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只會越來越疏遠 為什麼最後你是決定提出示現呢 就算是增進一岸人民福祉的正確之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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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算是增進一岸人民福祉的正確之道